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的集作 這次拍片時間是2020年3月24日,星期四晚上9點多 這次特別討論一位人物,黎凱榮 為何要特別討論他呢? 因為今天馬會官方宣布 管理層已經批准自由新騎士黎凱榮 因為私人的理由請假 將會暫時缺席賽事和神操 而馬會澄清這件事與新冠病毒的疫情無關 即是說黎凱榮並非因為確診而請假 這個消息一出,外界立即有很多的揣測 在這條影片裡,儘管回顧近年黎凱榮發生了什麼事件 令到他拆旗的生涯下跌 又或者失去以往的紅心 現在甚至說到因為私人理由而請假 成績下降,要請假,變成一個 nothing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而我收到的消息,跟外界似乎有些分別 可以和大家分享 開始說黎凱榮之前 當然也要提提大家可以訂閱小弟的頻道 最好按旁邊的小鈴鐺 而我的第二頻道,閃馬田去片 也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 這個頻道純粹叫大家訂閱而已 不是說付錢的,OK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小弟吧 先說回黎凱榮吧 這次的請假,馬會說了和新冠疫情的病毒無異 而馬會將於適當的時間再作公佈 究竟是公佈什麼事呢? 於是引起外界的很多揣測 他是不是要即時掛虛呢?等等 其實在官方宣佈下午三、四點之前 在早上小弟已經收到消息了 就是黎凱榮可能不跑 什麼不跑呢?也有些招頭的 原來是暫時不跑而已 當然也很直接推測做掛虛 在現在這個階段,官方未有宣佈 但是不管他掛不掛虛也好 大家都知道,黎凱榮近年的成績是下跌的 他的拆騎的紅心自然也沒有以往年輕時那麼頂盛 再加上傷患也影響了他的發揮 簡單來說,我想這一代的馬迷很多都會記得黎凱榮很多的經歷 由他當旺到近年,即是比較開始失意的時間 很多事件發生在他身上 有部分我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 如果說黎凱榮拆騎最光輝的一頁 一定是說的是2010年的極奇妙 就贏了日本短途馬錦標 遠征用華籍騎士、華籍連馬師、華籍馬主 在日本贏了一級賽 算是真是為講真光 這隻馬剛巧而已 一直用外籍大師傅多 適逢其匯,在那段時間用了黎凱榮 偏偏跑得好,遠征順便搞定 贏了日本短途馬錦標 而那一季,即是2010年至11年的馬鬼 剛巧就是黎凱榮的拆騎生涯 成績最好那一季 那一季他贏了30場 那時候華將一哥應該是鄭宇田那些 二哥已經數到黎凱榮了 那種表現相當出色 其實跟現在的情況 等於梁家俊、潘明輝、周俊樂等級數 但是過了這一季之後 他的成績馬上已經下跌了 基本上之後的四五季,每季都徘徊在十幾場 二十幾場之間,在尾箱之前 其實他的成績不太好 而回想一下,他那季因為極奇妙 當老肯,變成多了實力的座騎 令他贏了馬 然後為什麼要說五年呢? 因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在五年之後發生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指導性 指導性在2015年的薩科日 7月12日的沙田日賽 黎凱榮被馬匯捉到他一筆盡力測騎 而指導性,當時的走勢 因為他在外檔衝刺 所以他的動作更加明顯 所有的馬迷、小組全部都看到 他的動作很柔的 令他不想騎馬上來 和平時黎凱榮那種狠勁 是非常有分別的 馬匯的裁決說 因為涉及直路上 未能以足夠的決心和力度 去摧拆馬匯 結果被競賽董事小組 重罰停賽14天 由下季初 2015年的9月6日 開羅停賽 停到10月23日 才可以繼續出賽 停14天已經很嚴重了 因為無事宜的精彩鬥士 只是16天而已 這也是極刑之中的 比較重罰一點 但是華籍騎士 對天條的比例多過 外籍騎士一次 通常華將有兩次或三次機會 但是外籍大師傅 兩次犯天條就要退休了 黎凱榮這次比較嚴重 就算是犯天條 之後也沒事 但是在他經過這次事件復出之後 他在獵馬獅或幕後的口碑又差了 成績也變成了繼續向下滑 有時黑開又有條路 好境不償 我認為直接讓黎凱榮拆騎的事業 走向低谷 其實不是因為知道性 知道性的事情可以彌補 因為你之後跑得好就沒事了 很多華將譬如范哥天條 他之後如果表現好 都會成績回升 但是黎凱榮是一直下跌的 原來有兩宗墮馬事件 近年大家知道有儀威 今季、季初 其實不止 有一宗更嚴重 就是2017年 又是開羅的時間 其實那隻是玉城寶貝 審集成給他的 審集成也是知道性的 列馬斯 結果他也有支持黎凱榮 不過那隻馬是大冷門 那時候的情況是怎樣呢 黎凱榮在鑽灣入直路的時候 一隻馬就失提 墮馬 黎凱榮整個被拋到地上 那時候的情況是很危險的 有兩隻馬是跨過去的 第一隻是人人有福 田泰安 可能田泰安身手很靈活 又或者一隻馬看到黎凱榮 整個在黎凱榮上面跳過了 沒有踩中黎凱榮 非常幸運 但是另一隻馬就沒有那麼精靈了 就是這個包尾 我想因為踢到他之後都拉停了 那隻叫做好客本式 好客本式之後就是左腳踢中黎凱榮的頭盔 裝飾的情況是相當危險 而黎凱榮也接受過其他傳媒訪問 當時真的被馬踢中了頭盔 而合後他有受傷 一來就是左手手腕受傷 另外就是腦震蕩 腦震蕩當時他也不知道這麼大件事 因為之後那季他就跑回馬 但是間歇性有時候會頭暈 但是可能頭暈幾下 頭暈的時間不太久 就當沒事了 繼續騎馬 但是誰知道後來就持力共振 一驗 驗出原來他是左邊前面被踢中 但是結果是右邊後腦的腦是有滲血的 這可能是隔山打牛的原理 前面踢中 後面那邊有這些反震蕩 令他反為右邊後腦是有滲血的情況 再加上那次當馬令他左手手腕受傷 結果不是當時的 是他那季美5月28日 接獲壽生董事小組接獲醫生通知 黎香榮是因為左手的骨裂 處於康復階段 並不適宜繼續作裁 經過這一次之後 在季內他僅僅出賽了14次賽事 其實中間他都因傷休息 又腦震蕩又左手受傷 令到他在季內一定要休息 在5月28日開始 正式官方宣佈 在那段時間開始一直養傷 接著經過了721日 就是養傷了兩年有多 兩年差不多 不是兩年有多 兩年 黎香榮終於在2019年的馬貴 開來日才復出 但經此一役 他再復出 他的表現當然更加差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等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影片 說龍夫舞斯 那些前家樂 還沒嚴重受傷之前 就任達 多危險的動作都肯做 但是達過一次 重傷過一次 以後就做不到一些很高難度的動作 做不到那些大哥大的替身 所以黎海雲的情況 都是有點相似 經過一次嚴重的墮馬之後 雖然救得回 但是往往的體能和心態 都會有所下跌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回復到的 而加上今季季初 他又有一次墮馬 就是講義威 出閘的時候 就突然 隻馬自己 過頭中下去 黎海雲就拋了下來 好在 今次沒有大礙 之後他可以照常上陣 但是今季 暫時只贏得過五場 差不多的頭馬 表現給全勝時期 差了很多 而今次 他突然宣布要請假 缺席賽事和神操 自然會令很多人聯想 他是不是就此 退居幕後 因為他的成績都下跌 其實表現都大不如前 但是 由我早上知道這個消息 到官方宣布 直至現在晚上九點多 我都未收到黎海雲有掛鄉的消息 其實這個時候 可以這麼說 所有外界的揣測 說他會馬上順便掛鄉 只不過是一些傳聞 並無事實的根據 因為如果他掛鄉 就不用突然間請假 可能有其他事情發生了 令到他暫時未能出席操練 或者不考碼住 因為他不考碼損失 也不是那麼大 因為沒有辦法跑 可能有些私人事要解決 至於季美 他是不是真的如很多人 現在的揣測一樣會掛鄉 就等到季美才再做決定 未必會在這一刻宣布 這就是以我所知 黎海雲現時的情況 最後也簡單提醒大家 小弟已經有這個會員的Patreon YouTube會員頻道 也新增了連費計劃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方 按讚、留言、分享 我也會感激大家 無需課金也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 今期閃晚田賽馬雜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